錄掉葉曲球影這個combo的話 阿里加葉曲 他們應該是最早的 但葉曲最早的是不是他們我就不確定 因為我記得LNG也是很早就拿葉曲出來過了 原本以為葉曲會是這個世界賽版本的大熱門 但其實最後還是有點回歸到坦克打野 我覺得問題在於說 你葉曲配合的衝陣 你通常會希望你第一拍進場之後能夠擊殺 能夠減遠 但問題是現在你中野組合衝進去玩之後的傷害 其實不太夠 你還是需要有一個輸出去補出那最後的可能一點 那通常這個情況會是你的下路選擇 但這個版本下路選擇在第一件裝備 普遍都不太強 喔 伊莎恩 直接被抓 宙斯看到對方五個人知道自己沒有命了 那這個九筒 數人一個 守殺 被PACE拿到 T1這台馬比賽都是前期一出事一爆炸 中後期其實就有點被掐著打了 但這一把也是因為捐舉前面是已經提早先做了眼位喔 也是要抓就是你又沒有這個換線的可能 最後是讓輔助來到中路線 而伊澤瑞一個人往下走 所以T1的雙人組 是卡在這個三角草叢當中的 還沒有選擇上線 他們也不想這麼早透露上線的資訊 所以宙斯其實也沒有上線 你絕對不知道誰在線上 這時候才看到 那這一把就會是正對線的情況了 那正對線你伊澤瑞爾現在才上線的話 基本上就是沒有摸線的權力了 而且還漏掉好像兩隻前排兵的經驗喔 是 中路位阿卡蒂打阿里 Faker也算是任何時間他都能拿任何角色出來的選手 距離他上一次拿阿卡蒂應該也是好一陣子的 下路搶到兩等之後還有關鍵齊發 全招都中 瑞爾掉到半血 目前下路CS 11比1 伊澤瑞是吃不到任何兵的 不過因為有拿到這個手殺啦 水滴是已經先拿在手上了 對他沒關係 繼續壓塔下能吃兵就可以了 而Kenny是 三灘 他是吃完他的六鳥往下刷的 然後再回頭刷他的紅buff 這應該是擔心到你自己的下路史沒有限權 對方會不會去做到這種野區的入侵 所以選擇用回刷的方式來避開對方可能靜野的時間點 可能會擔心對方Fay Eyes 三灘就直接往他野區揍了 所以他也可以先cover到他的下半野區 不然他有可能會吃不到 沒有錯 就是先吃掉嘛 就是讓你靜野過來玩之後 即便最後真的可能撞到了 那你可能也會吃掉兩灘 你可能也只讓一灘走 球比這波中路線很經典的 大家如果有在看球比的個人視角的話 或他直播回放的話 他蠻常做這種硬是把兵線卡著 讓對方中路很難受的行為 很喜歡這樣打 尤其是他選擇長手打到短手的時候 前陣子中路射手版本他其實就做很多類似的舉動 不管是玩捷地中路小炮中路 都是這個樣子做的 這把他也知道阿卡莉的手就是比較短 他就是有辦法可以讓這個兵線 繼續卡在這邊 能拖多久是多久 這樣帶來的結果就是 Faker為了要吃這波兵 他必須得把煙霧彈交出去阿 而上路線 九筒靠著被動回復能力 所以King這波是半解左右 跟九筒的E 是沒有重疊到的 這波看A7的印記長空 照 看到下半區沒人 上半區也沒看到人 所以是沒有看到夜曲的位置的 但這樣一路往上照都沒看到的話 除了在這個三郎口 也只可能是在家裡了 所以其實野區的位置也是有被Ping出來 但有經過眼上 不過這次King已經經過到眼睛上面了 進到飛愛家裡 下了一根眼睛 回頭再拍了真知之花 這把因為打正對線的關係 所以反而畫面上發生的事情 相對來說比較少 至少這把咒絲不用開局那麼痛苦 一定要扛這三個人四個人再越他了 因為你說實話 上兩把比賽他都扛得非常好 我覺得上一把的情況最主要是 開局得到的資訊 讓Jenry很快去做了一個決策 就是他已經抓住了 確定是要換線的情況了 那他就選擇 大概選擇一個樹山的路線 然後來搭配 就是 輔助 因為中路是手長打手短 所以你輔助理論上 配合能夠去做到2v2的推薦 所以在這場選擇下很容易製造一個下半區 是四打一甚至打二的情況 那等級又有差距在 對 沒錯 會有經驗的差距在 就是頂空了 King回頭直接垂一套 再一下 剛剛Faker的T 回家被打斷之後 是雙人組來到中路線 而球比交了自己的第一個TP 失座之章 Faker這把也比較穩 第一件就直接上水星鞋 而Owner來控T1的第一組右蟲 所以局勢跟第一把 非常接近 GENGY也是沒有要靠上半區的 我看起來反而是在這個CSS GENGY更希望能夠去給到龍魂的壓力 來逼迫你們接團 因為其實我們在四強看到的 每支隊伍 通常 在這個版本 得到的答案 應該要是 越來越接近一台隊 但其實反而 今年世界賽 大家的答案 稍微都不太一樣 有點變動 就沒有人再操了 你知道嗎 操不了 就操不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開始 各隊伍都有自己的優先級 而且對於自己的陣容組成 都是有想法的 所以 阿斯搭配Rail 是逼出了艾希的進化 出馬周波點塔 賠到自己的趙溫斯技能 而且 咒斯的回補 還被瑞爾給斷掉 但是有至少 讓人海斯嚇了一根眼睛 那提團為了要把周波線送進去 花費蠻多心思的 另外一邊 丘比 現在主流都是帶不死作 先看一下上半部 兩個人蹲臉 他們不想回家 大家看起來 Carrion掃眼也確認到 倫哈斯已經回補了 所以正在等待隊友來 看一下 古馬兵艦直接出手 抓到是對方的King 跳斬加閃遷 但是被獻給直接練到 火鍋連擊跟上之後 還有掛到手環這裡 三甲當中 King回頭想槌 但是自己的命 已經被Owner給取下來了 喔 類似的情況喔 就是在上一把 其實T1也是有出現這種 所以我們在邊線處理的時候 嘗試蹲草蟲抓人的情形發生 也是T1這麼大的原因在於 他們的控制技能有點太多了 甚至這部還有一個瑞納塔的大事 沒有放出去的 如果再放出去 這賈克斯一輩子都動不了了 你的CC技能很多 所以就變成是你的 頭一兩個技能 就很容易逼出賈克斯的反擊風暴 是 那你後續再跟進的CC技能 就能夠去處理到這個問題喔 這把也只有艾希一個射手而已喔 大家就不用再吵 為什麼雙射手 又要放賈克斯 對 這話題其實吵了蠻久的 你有自己的答案嗎 因為其實賈克斯這個角色 不是沒有放到Banway過 我覺得這個還是看隊伍吧 但我之前在幫忙帶PCL隊伍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覺得賈克斯是不能去 雙射手是不能打賈克斯的 是 我們自己在比賽的時候 還有選過三射手的陣容 或者說T1的陣容 即使有雙射手 但他們的CC技能夠多 其實是足以處理掉這個賈克斯的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因為在 這個版本的韌性裝 真的有點太太不好處了 主要是符文沒有嘛 對沒錯 就是少了過去的這個傳奇韌性的符文嘛 然後再加上堅定的效果也有被改過 對 所以你現在要韌性 你現在的韌性的話 你只能從水星血 智慧默刃以及手套去做選擇 還有嗎 好美喔 沒有啊 就這三個 就這三個 出不了別的裝啊 但如果你出這三件裝備的話 就是你其實對於射手角色 對於物理輸出的角色 你就只能夠靠你的反擊風暴 是 那就變成是你反擊風暴的時間點 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 可能包括昨天的微博 都會出現這種想要利用控制鏈的方式 去應對到賈克斯 只能說可能是 可能是團練或者他們釋出來的結果 喔 這裡大絕炸回來 炸回來 中時架出去之後 宙斯還有一段滾動九筒 這不快要單殺了嗎 但兩邊 宙斯是有閃但沒交出去 不過 Kenny就在側邊 還有一個兵箭出手 讓King回頭扭了一下 不過九筒最後的傷害還是不夠 King最後三百多滴 還是成功撤退了 而且宙斯沒魔了 對 宙斯也沒魔啦 而且如果真的要硬上的話 那Kenny後面的蹲點就會是一個反打了喔 沒錯 我們承接剛剛的話題就是 所以才會看到微博選到的冒凱上路 這種角色 甚至連蜘蛛打野 都是為了要有更多的控制技能 讓賈克斯動不了 賈克斯動不了 賈克斯不好聽一點 人家把他搶的隊伍 他肯定是覺得能用才會用的 對吧 TP到後 King的TP 要來抓Owner跟Carrier 這波也有另外一個TP 但是瑞爾君選擇直接閃現騎進去了 Owner這波閃現有按出來 但是隊友跟得到這個傷害嗎 這時候Fager也TP下來做支援 掛完這個洛櫃鼓之後 還有第二段的無瑕追擊 什麼要抓的 是King掛到了 在等這個第二段強化普攻之後 跟到這個E2之後 再掛 還有一個Q技能 Faker也拿到了一個擊殺 掌握到這個碰撞的機會喔 在D拍的進場後手 Ryadar大絕是直接把兩個人都給控住了 T1釣魚之際喔 而且幾乎是很早就把TP下來去 因為其實Keyney的大絕心臉 稍微有一點點晚 讓T1其實TP的時間點已經算是跟 Jenry幾乎是同時的了 沒錯 所以才讓後續到位的阿卡莉 有這個收割的機會喔 六重優勢 要拿上路的外塔 還是點掉了 四個人分這個經濟 Jenry最後沒守住 與此同時 夜取正在Pink的下半區的小龍 我們再回顧一下這一波 JenryTP是主動來TP的 對 主動先TP到後想玩 包夾 TP的太及時了 但是這個2E收割的效果非常的好 幾乎是讓賈克斯夜取 夜取最後是連飛都沒飛的 直接不敢進場 直接不敢進場 因為他連飛哪都不用 他知道是不能飛的 那King最後一進場發現 只能夠徹場 對 因為T1的人員的位置 其實是保持著非常的好的 怎麼說就是 飛來利用大絕 再交一個閃線座位 也就是拉扯到一個非常安全的位置 是 現在大家看世界大賽的另外一個樂趣 也是看休息室的兩邊教練 尤其我記得 Helper教練在 Jenry打Fly-Kite這個系列賽 他好像是表情比較豐富 他金教練反而是比較淡定的 金教練是比較淡定 因為他看的是 因為教練組看的是 OB的畫面 可是他們好像旁邊還是會有一個 對 他們說會有轉播的大螢幕看的 所以金教練看的都是轉播的大螢幕 因為 教練組在休息室 聽的是選手的語音溝通 他們是 比較少會聽這個轉播的 T1這時候畫面一回來 繼續帶下路的外塔 間距三個人 但是T1有四個多了一個人 球比身上有TP 但是沒有繞後的TP眼位 能夠讓Jenry來做包夾 下路外塔已經搖搖欲墜了 Jenry還是在守 但艾希的W緩速到之後 Jenry慢慢的往後退 只能夠把塔給放掉了 現在Jenry的優勢 剩下兩條小龍 所以這個系列賽 提完的目標依舊是 蟲、大雲、小龍 但Jenry已經做改變了 他們覺得小龍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也是跟Jenry在 這幾把陣容都偏向 是他要去 衝、他要去開團 的這個陣容有點關係 所以他會希望我有龍門的壓力 來逼迫你一定需要過來接團 他想打團啊 只是說以這把來說 Jenry的單代空間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說不定 選擇拿重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因為畢竟阿里跟賈克斯 理論上在邊線上的 就增強主動權上面 都是蠻有機會的 其實也看得出來 Jenry在第二組重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想打的 但其實這一波是打輸的 導致T1最後是六成功都要拿到 甚至連御使者 一方面是因為前面就是 Jenry是在上路被針對到的啊 那在另外一點就是因為在 這種上半區被針對到的情況下 所以導致他們重團的 弱位時間點也是比較晚 他們交TP的時候 其實第四隻的重 基本上是已經被T1給拿下 Jenry要選擇主動來做交換 是球比自己交了TP 要拿下路的外塔 那T1放完御使者之後 要擠掉中路的外塔 兩邊瘋狂做交換 那中路外塔看看T1帶不帶得掉 Owner上車 直接撞還有爆破點完 重大血量喔 差了一點點之後撞完 而且雷漢斯遮播 臉上直接吃到 艾西的兵艦往後玉鐵之術 但人已經沒有了 甚至Carrier還上車 想再撞一遍 還猶豫了一下 但是被重機給中掉了 這波牽線牽到之後 法恩斯是被狐獵機給直接舉到 Gumaiyushi 中路為哪裡不double kill T1主動發難 艾西服也幾乎是沒反應過來了 我一看到 艾西這裡交了一個TP 去選擇做邊線進攻 馬上做了一個快速的直接喔 還有一個TP 這是宙斯的TP 而且Carrier側邊 把伊德瑞給勸退出去了 宙斯把人給炸回來之後 還有一個清水彈幕想刷對方 但是 艾西根本沒傷害 King也跟著倒地了 突然一波艾西 下了三顆水餃 T1在轉線營運上的判斷是非常的迅速喔 而且這一波也順勢 先看到中路亮了一個TP下去 馬上拿下癒者 就直接選擇放中來做壓塔進攻 而且知道你這個組合 正面三打三是完全打不贏的 是 那你也可以說Gunji 在這個中塔遇回太久 他們是守不住這個中塔 但他們還是看了很久 導致服也幾乎就是 是站在臉上被開的 沒錯 而且他們這幾個人的親線能力是不夠的 Gunji粉絲快看不下去 不敢再看了 而且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這幾波進攻上面 對於線路的分配上面 其實T1的集結速度是來得更加迅速的 是 Gunji也要拿中路的外塔 不過他們是後手的那一方 優勢還在T1身上 甚至T1轉線營運的速度 沒有停下來過 現在回頭要拿下路的2塔 而且知道對方剛拿完中塔 所以人員集結速度 還是像你講的 T1永遠比較快 那下一條小龍 30秒鐘 T1就是帶著大量的經濟優勢 在碰團了 16分鐘半 兩座外塔 就被拿下 兩座二塔就被拿下 塔數5比2喔 這是愛希的兵鍵 要斷掉King 拖到時間 而且是有機會留住的嗎 還是有韌性 還是有韌性在 但總是打完球果 看到對方的浮野之後 上和線 Kenny還有拿到手 但Gunji的動向看起來是 沒有要管這條小龍 他們知道是打不了的了 時間點要繼續往後拖 因為現在上路有TP 但是賈克斯來不了得處理邊線 所以這條小龍 就自然而然的放給T1了 Gunji現在只能夠想辦法往後拖了 這樣Gunji也沒辦法去給到龍魂壓力了 他這樣很可能等一下會需要靠著巴龍的團長 對 野區怎麼有一個馬娘 冒單了 兩個人夾擊當中 Kenny這裡 反正D不要過來啊 但是有人過來了 菲克的閃現大絕 但是PACE成功回家了 但菲克不想放過對方的輔導 紅燈來了喔 大野哥上路 也許關燈 但是菲克已經鎖住 時間活動連擊鎖到中路 肉質苦無有掛到 還有一收夠 把King也給留住了 King也被擺走 居然武器重視 但是又被O的一個拳頭 給自己摧毀溫泉 那這波倒下了兩名產員 上路打野一倒 T1要來吃巴龍了嗎 還沒有巴龍可以吃啊 太倒了 都還沒有啊 18分鐘而已啊 但Gunji現在的好消息是什麼 還沒有巴龍可以吃 不然會崩得更快啊 好像不能給艾希了喔 這個我們在賽前聊的時候 有提到艾希這隻角色對於 T1他們這個遊戲方式的重要性 是 我覺得在昨天微波打BLG也看得出來 Danny教練是把艾希的順位放得非常高的 甚至在打LNG那個謝賽微波也是 艾希順位是至高無上的 也是有一強艾希的選項在 沒錯 就在當沒有牙寧歐羅拉 鞋子這種角色之後 艾希變得很高的 但LNG這波 感覺放這個眼就沒有什麼必要了 因為現在沒有巴龍 可能覺得沒辦法 他要嘗試做一個落後的眼位 也是 想要抓一下等一下對方可能 集結推中二塔的時候 你能夠嘗試TP到後 想辦法來把這個團戰給開起來 而不是像現在一樣 因為線路上沒有優勢 所以一直被逼迫 要去做這種可能被強制掃打多的情況 是 但最後是連瑞爾 葉曲獎克死三個人 接二連三的倒地 甚至Keria最後那個霸道手環 是想去勾那個伊者瑞爾 想聲東擊西的 我們看到畫面上 球比開始在溝通 但畫面一回來 哲學會被扭掉這個兵線之後 遲得風寶先把Keria給留住 折迫Keria大絕差了一點點時間 但是他復活了 而且瑞爾這個時候人被留住 TP想來做幫忙 這是賈克是King的TP 換了對方打野 讓伊者瑞爾拿到一個Shadow 但GumaG瘋狂在射 這個艾希真的開不了啊 威脅不到艾希 射不到他 TP來了 這是Faker的TP T1 T1現在即使有輔助殘血 上路半血 但他們還是想擠掉中路的2塔 配置波 W是沒掛到的 而且他連魔劍正宗都還沒有拿出來 這樣都給瑞娜大活下來了 那艱巨團戰 真的很難打 T1這邊在單點擊火的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因為畢竟是有Fair的鎖頭在嘛 然後再加瑞娜大的控制 其實是有機會去做到這種無縫的CC剪接的 是 L'Hans剛剛那個眼好像是沒插過牆 導致他多放了一根 但這個眼位放完 其實馬上就會被T1給排掉了 那GG現在需要開始擔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T1 什麼時候在野區蹲點他們 什麼時候去動這個巴龍 他們誰可以來探這個草叢 現在是L'Has探草叢 被Carrier霸道手腕給拉到 側邊Q有急暈到Faker 不過傷害後續是跟不上的 紅BUFF最後爭奪戰 但King已經選了跳了上去 閃現跟到這個反擊風暴彈 但下周到GOMA要起上個差了一點 邱米這時候後排扎了出來 先刺殺掉對方的AD 邱米這波還有飛鮮 但野區這時候Q技能想往後做拉扯 捐捐這波 還想再留人 但在等自己的技能 然後開始有閃現有大決 但T1這波也知道 4打4的局 他們是不需捐據的 這樣只是打成了上下兩路的互換而已 1換1 至少是有嘗試到了 總算有找到這個落後的機會 而且剛好抓到了艾西旁邊 是沒有人在做保護 沒錯 在這個時間點 人頭數T1還是有大量的領先 13比3 進去還需要想 40秒後的電龍 他們能去做爭奪嗎 因為他們剛剛已經已經交了滿多招式要去抓 對方的後排了 但這一次瑞納達的位置是沒有在艾西旁邊 是 這也是你剛剛講的 LHC去對方巴龍去放這個眼 就是為了讓邱比抓到一波 能TP到後的機會 他也確實抓到了 但這波對捐捐來說 還不夠多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T1自己給到的機會 因為竟然讓艾西算是落單的情況 起來讓賈克斯是能夠直接跳斬起手跳到你的臉上 剛剛那個瞬間跟瑞納達不是站在一起的 不過Faker這波一技能掛到之後另外一邊有兵劍 但是沒有打到人 GENG這波往後拉扯 那宙斯選擇直接 動彈衝擊頂上去 那如果GENG這個位置要踩回來的話 中線就會被T1一路帶到底了 如果你要硬踩這個位置 那T1會選擇直接做一波集結來 把中二塔給壓掉 中二塔要被帶掉了 如果GENG這個時候選擇Recall回去 他們就什麼都拿不到了 對 然後會因為中線你被搶推的關係 所以這邊小龍也會是T1會有一個先動的優勢 配斯刷大絕 看到對方 剛要吃這條小龍 那GENG先拿了兩條 但後面這兩條他們幾乎都是看都看不了的了 那GENG是非常深的地方 在蹲點 現在選舉就是要絕命蹲點了吧 絕命蹲點喔 不然呢 等一下他打彈性會講的話 就是已經沒有招了 只能夠在這邊蹲了 蹲不蹲得到 很重要 硬體傷口沒照到人 看到對方的輔助了 先運氣到對方兩個 但運氣次數選擇往後走 飛哥這時候想掛對方 在一個環境上選擇往前走 還有一個冰箭大戰爭的瑞兒身上 刺殺掉對方的瑞兒 而且Owner的拳頭 錘出來之後 被迫讓球比跟PACE都交位一技能出來了 你會知道你剛剛是搶中線轉小龍 所以理論上你上半區的視野 是會有一個空窗期 會讓Gengi給搶下來的 所以對Gengi的角度來說 他既然要選擇放小龍 那肯定是要來做上半部的蹲點嘗試 而且有看昨天比賽都知道 移者瑞的單挑阿卡莉 這是打不過的 對方雖然算剩230%血量 你有80% 你也是被對方抽掉的份喔 只要一個R2加QA就死了嗎 昨天那個畫面蠻經典 只是說他是有想操作 他想閃現躲阿卡莉的R2 但那個真的要閃掉太難了 只要能夠讓阿卡莉一掛到AD身上 幾乎就是必死之局了 而且這三把比賽當中 其實總共的人頭數 確實也都不多 兩邊都想打 他們一定能贏的團戰 有100%自信的團戰 兩邊都很清楚知道 可能自己陣頭能夠發揮優勢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都會選擇去做到交換 就不會急於就是我 可能每一波的衝團 我都想跟你碰團的這種情況 而且你今天開賽前有講到 T1在打超伯那個BO3當中 平均的人頭數是18個嗎 也大概都是兩三波團的事情 我記得你說18個 對48個 我剛剛在想的是其他的組合 我印象其次的話是 20個以上 好 其他都20個以上 就是以人頭平均數比較 跟T1比較接近的話 另外一支隊伍就是間聚 是 我覺得20個頭以內的話 幾乎就是兩三波團 而且都是贏非常多的團 就把比賽給拿下來 但如果超過20幾個 30幾個 那其實比賽應該就是有來有回 因為不太可能 有人拿三二三十幾個頭 然後還結束不了遊戲 你說被對方拿二三幾個 然後自己 應該不太會才對 要被逆轉的話 T1這時候嘗試動巴龍 只是為了引誘捐具走過來而已 下路線則是咒死 已經把兵線中進去了 其實是沒有送到塔下的 看一下裝備上的差距 咒死有驚人 阿卡莉、Faker也有驚人 那甚至Gumashi 補了一個嗜血者 以防自己是被抽掉的 因為前面阿騰你有講到 這種陣容衝進去之後 打的那一波傷害 完 只要Gumashi是沒有被集火掉的 結果到後續 那就雙手放 然後 沒傷害了 除非你的賈克斯還能夠 繞後繞到 就是你可能需要有個側切 去把陣型給破壞掉 所以正面型不通 得左右包夾 上下夾擊 是 沒那麼多人阿 這裡都左右而已 那需要有一個能夠TP到後的角度 才能夠讓 Toby、Post King 抓到一個機會 至少要讓 瑞娜達沒辦法只看一個方向 而且就是逼迫他可能要同時看兩側啦 讓他的技能沒辦法交得 好 那你就有機會把 就是衝不掉艾希 但你能夠把艾希給逼退 那你就等你這邊的一折瑞爾 去有一個足夠好輸空間 然後再從正面打過去 這可能也會是一個方式 但重點還在說 你要如何把陣型給打散掉 如果你都是正面的團戰 那對於瑞娜達來說 他的反手就是一個無壓力的情況 我現在得站在Carrier的角度去想 瑞娜達希望他的打團站位是 站在哪邊的 如果他的站位是 看到你們完整五個人 那這個團戰的間距是不用打的 所以他們只能想辦法讓Carrier是 左右兩邊他只能看一邊 不過Carrier的站位也都比較激進 就是他其實也是有可能成為一個被抓的目標 是 他有可能是需要保自己的 是的 沒錯 但他的玩法其實就是 跟他玩瑞空派克一樣 他就是算是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覺得GENGY不敢真的全招O-In在他身上 是 因為萬一 這個大絕二一收購放出來 然後自己打到一樣 那真的讓他可以站起來 那這個團戰就完蛋了 因為你把技能都O-In在一個輔助身上 也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心理戰 我覺得剛好今天這個 T1跟GENGY的前導片 邱比有講到 他說 一開始 打LCK對到FAKER的感想就是 覺得FAKER基本功扎實之外 他在心理戰上面的博弈 是讓他很印象深刻的 畢竟經驗老到嘛 對啊 打幾年 打幾年囉 他打幾年 你打幾年 我打的都比你吃的 吃的米都還多 T1現在 雖然說畫面上很久沒有發生碰撞了 但優勢一直在他們身上 第三條小龍也是無壓力的拿 所以GENGY 在這段時間 有點算是狗言殘喘 但能不能喘到一波大的很重要 GENGY現在就是把他們能夠做的投資 都轉移到上半區 就小龍都給你嘛 反正我前面已經拿了兩條小龍了 所以我就是繼續跟你拖遊戲的時間 不然你現在驚訝來說 團碰起來他們是沒有機會的 但因為這把T1是沒有選擇 主動直接Rush這個八龍 GENGY就壓力了 所以時間點其實拖得 稍微比較後面一點 現在甚至可以拖到你的雙CC 已經來到三件套的時間點 沒錯 就是連打野飛愛都三件裝 情況就會跟剛剛不太一樣 這把蠻意外的是 Owner對位竟然贏了三千塊 很少看到飛愛贏 贏夜許這麼多的 贏一大眼鏡 哪來刷那麼多野怪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 夜許這角色 當他隊伍沒辦法去做到邊線推進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被動 因為他其實在團戰的踩點上面 是沒有辦法幫助到隊伍太多了 現在看一下 那GENGY有隊位領先的 只有丘比的阿里了 因為畢竟這把比賽 像你講的 投資在上賣區 邊線也都是給賈克斯 還有阿里吃的 但剛剛其實有看到 下路的邊線 就是 T1這也是推得非常的深的 是 好像也是 丘比去接的那波 線的樣子 最後下路的邊線是 KIN接的 都是KIN在接的 就是他就被動接線了 就簡單講就是 GENGY也知道他們唯一的機會 就是在巴龍這裡拼團 所以把整體的視野布置 把支援的投資 都為了在上半區 讓至少上半區的丘比 他能夠把線路給推出去 至少確保他的發育 是能夠跟上對方 他們其實拼了 九總拼了下半部的 支援的信號 所以看來T1是在幫九總爭取 推這個線送進去的時間 因為這樣他們得 能逼迫賈克斯KIN 一定要來做防守 你不守 就掉塔 但理論上他也就是把線給推進去 還要利用推線過去完之後 這個時間差 讓九總爺都直接走來這邊做支援 賈克斯一露頭之後 發現這邊是 無打式的絕 鎖頭直接鎖到 但是九總的大絕炸空了 Owner這波狀態其實有點尷尬 往後做拉扯 但Faker已經刺殺進去了 要刺殺之後放到AD 配置之後交了一個閃線過牆 活了下來 但是自己的輔助已經先行倒下了 這波Gubashi跟了一個閃線之後 在KIN的臉上瘋狂在射 有瑞大島的保護 Gubashi根本沒在怕 而且這波葉曲 吃到這個肉蛋衝擊之後KIN KIN回頭是要閃線換 他根本沒傷害 那這邊T1五人健在 應該是要來一波了 這一波是KIN的霸道手腕立功了 六重的優勢 加上線拳 又讓賈克斯被迫得來到邊線 T1這邊又是無打式的局 但這一波沒有巴龍邊線 T1還是想一波嗎 KIN錘上去 暈到對方三個人 但是被九總給炸了回來 主寶雙塔倒向了其中一座 但瑞爾馬上就要復活了 再等自己的下一波兵線 這波瑞爾的Q美中 Gubashi臉上 彭王在射 玉典之助 這波王往後走 想斷兵線 但來不及了 邱米這波也得被Faker給刺殺掉 兩個人同時交流這個驚人 但死亡的是邱米的命運 T1已經來到賽點 T1這一把展現出的就是 他們在前中期非常迅速的進攻 剛剛那個雙驚人 無俠追擊刷出來 就很像是Faker在告訴邱米說 你還沒證明給我看耶 120塊 quien好 太多抵扣了